明朝的皇帝 清朝皇帝都一个母子 不知道为什么 这皇上一过这朝代的中叶以后 生育率都下降 明朝后来的皇上也不生 你看到了嘉靖那就拐弯了 对不对 清朝是到了咸丰以后就拐了弯了 到同治以后就拐弯 所以他这个生育能力都很 就不行 你生不出来 你像康熙皇上生了五十多个孩子 你看那皇上等等的 他能生 你说后来这皇上都不行 所以明朝皇上 清朝皇上一到后都不给劲 后来越来越来越就完了 陈化皇帝的这个故事非常明晰 怎么明晰呢 是他在他执政的头十年 他最年轻力壮的时候 他没有生儿子 你知道这皇上 他要没了儿子 咱先别说皇上没儿子 咱就平平平头百姓 没儿子都受不了 我们过去就说 这个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就是你 这个不孝经 父母 有三条 你没有给我生你儿子 为最大的事 所以你没有儿子 就等于没有后 没有后就没人继承 你这家就要断了 皇上家要断了 那就是国业就断了 是肯定是不行 这一大臣啊 大臣分很多种 有一种贴身大臣 就是伺候他的 就是这大臣叫张敏 给他梳头 梳头 我们现在不用 其实我这头发 根本不用梳啊 自个儿也不梳 也用不着人梳 可是过去人的头发续发 明朝皇帝都续发的 头发很长 天天有人梳头 据说这长头发 别人给梳是特舒服的事 我这没体会到 我没这么长的头发啊 不知道这女人是不是 长发的人 别人给你梳着特舒服 那么梳着梳着头呢 这个啊 穷化皇帝就自个儿呢 就发现自个儿有白头发 你知道吗 这白头发怎么能 能看见 过去那人的头发长啊 自个儿就看见 这黑头发里夹着有白头发 我这头发全白了 我也看不见 他顶着脑袋顶上 看不见 这皇上自个儿 看见自个儿有白头发了呢 就叹气 皇上也有软肋 就叹气 说 我都有白头发了 我这还没儿子呢 这时候这张敏呢 就哭灯 给这皇上给跪下 说皇上啊 陛下有子 你有意思 皇上一愣 这事不开玩笑吧 你想啊 谁敢拿这事开玩笑 大臣拿皇上开这么大玩笑 我们今天都随便不能指 一同事说 您外头还有一儿子呢 好家伙 现在都不敢开这玩笑 你说那古代大臣 怎么能跟皇上开这么大玩笑 所以皇上说 你这话当真吗 张敏说 当真啊 说皇上你记得不记得 前些年啊 五六年前啊 您去 我陪着您去图书馆查书 碰着这么一人 那女孩你记得不记得 苗族人 从广西俘虏来的 姓季 皇上想了想 一音乐是记得 有这么一人啊 说那孩子 眉清目秀的 说您看上他了 啊 直接就在图书馆 把人办了 偷偷的 您记得这事吗 皇上说 好像有这么点事 这管理员啊 姓季 后来也是妃子 季妃就怀上了 你知道啊 这万贵妃 自个儿给皇上 生过一个 生过一儿子 没活 没活这就太痛苦了 因为他有年龄差 他那岁数啊 古代人到那岁数 就基本上 没机会再生了 所以他就把皇帝 看得很死 谁给他生一儿子 那万贵妃就没有地位了嘛 所以任何人 都不能跟皇上进身 一旦怀孕 马上就置于他死地 马上让他流产 过去啊 这宫廷里有各种怪招 这是皇上 跟任何一个妃子 宫女 跟任何人睡了觉 马上就能点你的血 就不能让你怀孕 所以啊 成化皇上就一直 没后 怀不上孕嘛 所有的宫女啊 妃子啊 什么的 都都都都怀不上 怀不上 但是他这个 跟季妃啊 跟这管理员 是查书的空档 弄这么一家伙 他就怀上了 怀上了以后呢 光当人生了 生了一个儿子 这一下 满宫廷的人 就满一个人 就满着万贵妃 不能让他知道 因为所有人都恨这 万贵妃 你想他跟皇上这关系啊 怪怪的一个关系 所有人都恨他吧 还没法跟皇上说 因为皇上不是恨他 所以这事 所有人都瞒着 在宫里一瞒 瞒了多长时间呢 瞒了五年 你想这五年 这风声得多紧 不能说出去 没有任何人 走漏风声 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 这季妃生下来的 这儿子 就是皇上的血脉 这季妃啊 在明史中 是有转的啊 这绝对 也不是瞎编的啊 当成化皇帝 听说自个儿 有这么一个儿子的时候呢 你说他能干嘛呢 他肯定说 我得看他一下 就立刻就说 头咱别输了 你给我扎扎扎扎 就行了 备叫 我现在就去 咱们现在说 司机给我准备好车 咱就去 说我不耽误 赶紧去 这边马上就派人 通知季妃 通知季妃 就说皇上 知道这事了啊 说这个 一会就来 这季妃呢 就对着他这儿子 这儿子五岁啊 你知道现在这五岁的孩子 什么都知道啊 那脑子比你还清楚呢 就说啊 一会就来一人 这人呢 有点小胡子 穿着黄色的衣服 龙袍啊 这人是你亲爹 就是当今皇上 说儿子跟 我跟你说啊 你见了你这爹 我就活不了多久了 这话说的太伤感啊 你知道这个 这宫斗剧 为什么就是 特吸引人 就这事太残忍 古代这种事 真的是听不得 这说皇上一会就嫁到 果不其然 皇上就来了 这时候呢 史机上的描述 非常有意思啊 史机上是这么写的 就是说这个 这小儿子 五岁这小儿子 当时呢 已经被他妈换了一身 小红色的衣服 头发呢 散着 你知道过去呢 孩子也不理发吗 身体发腹 受之父母吗 就是悔之不得 你不能随便剃的 所以都是披着小头发 长长的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然后呢 这成化皇帝 一眼就看上了 一下就把这孩子抱起来 直接搁大腿上了 你说皇上这动作 都是很亲密的动作 过去谁敢啊 直接坐皇上腿上了 成化皇帝这样说 我子也累我 这话给你解释一下啊 这个古汉语很有意思 他说 我子也 这是判断句 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说 这是我儿子 我子也 啥子 咱们说这是我儿子 至少得说五个字 累我 什么意思呢 就是像我 累似我 我们今天不说累似吗 累我就是非常像我 说哎呀 这是我儿子 长得真像我呀 皇上当场就认了 也犯不着做什么DNA 说长得就是我这样嘛 是不是 一个月以后 继妃服毒自杀 为什么服毒 咱不知道 给了他多大压力 不知道 张敏吞金而逝 也死了 张敏这大臣 忠诚 我们现代人身边很难 有这种人 我们现代人的身边 都是害人 那时候都是帮人 帮主子 万贵妃 对皇上的这种各种管制呢 到此为止 因为皇上有儿子了 有儿子就别费那劲了 你想想管制起来 所有的工具 各种事都管得挺累的 皇上毕竟是皇上 您虽然是跟皇上很亲 您也就是一贵妃嘛 所以呢 从那以后 成化皇帝就开生 成化皇帝生了多少个儿子呢 我可以告诉你 他生了十个儿子 在明朝皇帝里 他这个 他这个 生这个儿子的数量 仅次于啊 开国皇上朱元璋 生十个儿子挺多的 因为这中间 你一般情况下 概率就是二比一嘛 还有十个女儿呢 所以这一通生 生了这么多儿子呢 这个你知道啊 明朝的皇帝 清朝皇帝都一个母子 不知道为什么 这皇上一过这朝代的中叶以后 生育率都下降 明朝后来的皇上也不生 你看到了嘉靖那儿就拐弯了 对不对 清朝是到了咸丰以后 就拐了弯了 是吧 到同志以后就拐弯 所以他这个生育能力都很 就不行 就是你生不出来 你像康熙皇上生了五十多个孩子 那皇上等等的 他能生 你说后来这皇上都不行 所以明朝皇上 清朝皇上一到后 都不给劲 后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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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成化皇帝生下来的这个皇子啊 就是跟纪妃生下来的这个皇子 是谁呢 就是后来的洪志皇帝 洪志皇帝啊 杰森字号 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啊 一夫一妻制 就是载入史册的 这个故事啊 真是让我们看见一个千古爱情的故事 不管这个故事一开始发生的 有多么离奇古怪啊 如果站在阴谋论上 看它是非常的龌龊 但是最终的结局是非常好的 不要说一个帝王 就是我们一个普通的平民 能有这样一个结局 就一生足矣 就是后面是非常圆满的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话题说远了 我们干什么扯这么多贤篇呢 因为要说成化激刚碑啊 我们今天叫窦彩啊 明朝的时候不叫窦彩 就叫五彩啊 窦彩这词最早是清朝的这个 雍正乾隆时期的南遥比义 初见此词 原来就叫五彩 那么这么一个啊 明朝的激刚碑啊 我们看看啊 大致的模样就这样 我们就拿准备了一个 这个尺寸呢 大小呢 样式呢 跟明朝的这个 这个著名的成化激刚碑是一样的啊 这呢 不值2.8个亿啊 值多少钱我也不告诉你啊 反正不值2.8啊 那么这个激刚碑当时干嘛用的呢 一说是茶碑 一说是酒碑 我记得我们说天字罐叔说过 这东西应该是酒碑 喝黄酒的啊 这个明朝初年的饮茶习惯呢 刚开始改变啊 刚开始改变 就是这种喝茶的方法 就必去茶叶 喝这个茶水的这种散茶的方法呢 是这个明朝初年 朱元璋下政令改过来的 朱元璋为什么要废团改散呢 是因为呢 明朝初年的时候呢 这个财政情况不好 国家财政急需钱呢 我们过去说开门七件事啊 柴米油盐酱醋茶 茶是最后一杯 但是茶叶在唐代开始就征税 一直征到1954年 没有间断过 茶是重税 为什么茶是重税呢 因为茶是暴利啊 今天你喝的很多茶啊 那包装特别奢侈的茶 我告诉你最贵的 第一是广告 第二是那包装 第三才是那茶呢 所以我特别不主张 过分的去包装这个茶叶啊 今天很多人送我那茶叶 打开一个包装 又是个包装 里头又是铁盒 茶没多少 我不喜欢这样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大的浪费 茶税呢 这个当时是支持国家财政的 所以朱元璋当时 有个特别喜欢的公主啊 公主就是女儿嘛 然后他的这个女婿啊 就是家丝带茶叶走丝 就被朱元璋当时砍了头啊 你可见当时 这个国家的这个财政啊 这个茶税国家 把它看得有多重 那么我们又说到这鸡钢杯啊 鸡钢杯他不喝茶他喝酒 那么说这上面 他画的什么文饰呢 就是鸡啊 就是一家 齐了荣荣一公鸡 母鸡三个小鸡啊 奶黄色的三个小鸡 公鸡是常见的大红公鸡啊 母鸡画的很有意思 那么他为什么画这个鸡文呢 是我们能够查到的文献 都并没有记载 所以只好猜测 猜测呢 说来说去也没啥道理 只好瞎猜啊 唯一这个道理呢 就是成化 登基那年呢 是以游年 就是鸡年 这是现在唯一一个可以解释啊 的这个鸡钢杯的这个鸡的来历可能是 他登基那年是鸡年 鸡呢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又有吉祥的含义 可能源于这个考虑做了鸡钢杯 但我觉得这个解释多少有点勉强啊 鸡钢杯呢 什么时候就开始变得有价值呢 并不是成化当朝 而是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 它就开始有价值 当时的 是有文献记载的啊 是有这样的记载 说什么呢 神宗啊 上十啊 御前有承杯一双 直前十万 承杯一双就有一对嘛 有俩 说在万历皇上跟前 有他祖上 成化皇帝的这个杯子 成化皇帝跟万历皇上 隔着好多代呢 说有这样一对杯子呢 就值钱十万 这个值钱十万是个虚数啊 不一定是实数 就按照我们今天的说 话说就值好多钱 由于万历皇帝的这个推崇 或者说喜欢呢 又由于这段史籍的记载非常明晰 到了清朝以后 从康熙后期开始 康庸前三朝呢 就大量仿制鸡钢杯 那么 仿制的各种鸡钢杯 包括鸡钢碗呢 这些呢 这个画片呢 都非常的接近 显然清代化的 跟鸡有关的这些文饰 都照着 成化的鸡钢杯来的 我印象中啊 好多年前啊 我是在拍卖中看到一对 雍正的这个窦彩的 这个鸡文的碗 它不是鸡钢杯了 这么大 这么大 这么大那碗一对特漂亮 卖了大概上千万块钱啊 那时候太贵了 没舍得买 也没那个那么多钱啊 所以清代啊 康庸前三朝的这种推波竹篮呢 是对鸡钢杯做了又一次大的包装 这个包装呢 就导致鸡钢杯 后来就越来越值钱 成化这个窦彩鸡钢杯 经过清初啊 这个一百多年 你看康庸前三朝 加起来一百三十多年呢 这种宣传包装以后呢 到了清末 西方列强打进来的时候 人家也会打听啊 这个西方人有时候判断中国的东西啊 直观是一部分 还有一种呢 是学习 就是打听 就是说明朝什么值钱呢 有人说嗯 就是全部带年号的啊 这值钱 再有呢 就是我们相传中的 带年号名字的 比如我们知道的成化杯 就是鸡钢杯 景泰兰 景泰年间的万厘贵 宣德鲁 这种把年号搁的钱 都配一东西 这东西全值钱 所以这些东西都特有名 那么西方人呢 他进入中国的时候 就开始搜罗东方的艺术品 我们都知道啊 19世纪的后半夜 是西方各大博物馆 搜罗中国艺术品 最疯狂时期 所以你今天到欧洲去看 不管你去大英博物馆 包括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包括欧洲的很多像法国的集美博物馆 我们说的瑞士的鲍尔博物馆等等 包括英国的维多利亚 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等等 这些博物馆里的中国艺术品 大约都是19世纪后半夜搜罗去的 各种方法啊 那么比如瑞士的这个鲍尔博物馆 这个鲍尔博物馆呢 他就很小 这个鲍尔这个人 我们讲过没讲过都不记得了 就是当时他有一个集光碑 他怎么搜罗呢 这个人是个大商人 他做印度生意啊 赚了好多钱 酷爱中国和日本艺术 有机会到瑞士日内瓦的人 一定记住鲍尔博物馆 值得一看 那么 这个鲍尔博物馆 鲍尔去世了很久 这博物馆就一直留着 他现在是一个 已经不是他个人 他个人早就去世了 那么鲍尔博物馆呢 就有这么一级钢杯 我们刚才讲了 除了四肢流通的 十三个在博物馆里 有十个在台北故宫 那么大英一个 大都会一个 鲍尔有一个 鲍尔就把这东西借给了 日本 在日本 大阪展出 事就这么寸 这东西五百多年 啥事没有 借给日本 赶上了日本 大地震 板神大地震 这杯子 就碎了 打碎了 板神大地震 是1995年 1月17日的 它发生在早晨 凌晨5点46分 当时这个地震呢 7.3级 7.3级 你知道地震的级别 跟它的烈度有关 就是有时候 你听着地震 这个级别还不算特大 你比如咱们的 这个汶川地震都8级 但是呢 它可能浅 它的破坏力度就非常大 那么日本 日本是一个抗震意识和抗震设施最好的国家 在这场地震中 依然有6434人死亡 官方精确的统计 有4万多人受伤 可见当时这个地震的破坏力 我们都能看到那个镜头 就是日本那么好的工程 高速公路 整个的那个高架桥全部坍塌 整个巨长的路都坍塌 那么 你听这故事 就很寸吧 太寸了 就是这东西 你说500多年 在这个世界上辗转 怎么就借到日本去 赶上这么一地震呢 当时呢 这个地震也太大点了 这个杯子在地震中心 否则也不至于碎了 这个后来 这个据说 日本管这件事的人 还引咎辞职了 那么 历史上啊 这极光杯就贵 1980年 那时候 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 百废带兴 中国艺术片 一钱不值 那时候我就开始喜欢文物 五毛钱都卖过文物 你今天听着 都是天方夜谭 是吧 那时候就这钱 地摊上很多农民拿来的东西 没有开价超过十块的 都是几块钱 你给钱就卖 那么 1980年的时候 就是后来卖的这一只 当时卖了多少钱呢 卖了528万 这个528万 你今天听着说 哎呦 这现在卖2.8个亿 当时528万还不能算多 我告诉你 当时500多万比 今天2.8亿还多 为什么呢 因为在1980年时候 全中国没有一个人 这么大的国家 没有一个人手头 能有500多万块钱 没有 先比如说你买的戏买的戏 你就没这钱 今天 有2.8亿的中国人 大有人在 有多少人我也不知道 这个反正大有人在 我认为至少几万个人 总是有的吧 你如果说不买 我就把你避露 那又得出来几万个人 但是在1980年的时候 有500万的人 根本就没有 肯定没有 所以你想想 到底是现在贵 还是以前贵呢 80年贵呢 那肯定是 这个80年贵 是吧 我想我们这一次 这个鸡钢杯重出江湖 值这么大价钱呢 是跟我们整体的社会环境 是有关系的 是吧 这个 现在信息也发达 这个东西迅速就会被人知道 有能力的人 想买的人 立刻知道这个东西 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所以历史上的包装 比如晚明的万历皇帝的喜欢 比如清朝康云前三朝的皇帝的推波竹篮 比如晚清时期的西方列强的搜集 等等等等 这些因素 都导致这个鸡钢杯重出江湖的时候出现 2.8个亿的这种高价 其实啊 这个 这东西在卖之前 我是想过啊 这东西大概能卖个一个多亿 没想到卖两个多亿 那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估计啊 总是不足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大部分人呢 都是趋于保守 你比如我就保守 我从来都是估价偏低的啊 都不会认为它有那么高的价钱 可见呢 今天的这个市场跟古时候的市场 完全呢 不一样了